男嘉宾小B23岁来自山西实习摄像师 女嘉宾上官23岁同样来自山西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都谈了六年恋爱了 对 那你们得什么时候就开始谈的呢 就是高中的时候吧 其实也不算是谈 就是当时经常一起学习什么的 然后上下学 然后一块去玩这种 高中同学 对 其实六年我们的感情 真的挺不容易的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 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 一些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 什么矛盾 什么问题 说说吧 就好比就刚开始前段时间 那个二月份那个情人节吧 因为刚开始前三年的时候 他总会是给我制造一些惊喜 浪漫什么的 但是后半年吧 就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我都已经发朋友圈 暗示过他了 但是当天我就等了一整天 他一直没有接我的电话 没有回我的微信 我的朋友们都已经收到了礼物 但是他却一天都没有理我 我在家特别伤心 那我当时晚上不是给你发红包了吗 你是给我发了个红包 我本来说到他的红包挺开心的 我说还知道给我发个红包什么的 结果 我一打开红包发了个五块二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受吗 我真的 你发五块二还不如不发呢 咱俩这个点真的不一样 我是觉得他发这个五千二百万 也没用 因为发来的叫红包节 你们要过红包节可以 你们要过情人节 首先是人吧 之前很多的情人节 我们都是在一起度过 一起约会什么的 然后现在我觉得我们就这种关系 已经不需要那种 就表面上那些东西来维持 然后正好我当时工作也挺忙的 然后晚上回来之后 我想到给他表示表示呗 给他发个红包 但是微信零钱当时就几块钱 然后我就想象征性地发一下吧 我觉得他应该懂我的 然后没想到他生气了 然后给他 可是我就是想要一个小礼物而已 哪怕不发 你第二天补给我也行啊 你发五块二算什么呀 你们俩六年不会就被这一个破红包 发多少钱在那儿较劲吧 这事也就不说了吧 后来我也就原谅他了 然后当时那几天也是心情不好嘛 然后刚好有个兼职的活动 瞅着个周六日我就出去就是排解一下 说起这个兼职 其实你知道我是挺反对你做这个兼职的 干嘛反对人兼职啊 就是他这个兼职就是一些礼仪模特之类的 那我喜欢呀我去做不行吗 那你前段时间不是考了那个瑜伽证了吗 那那个瑜伽老师呀舞蹈老师都挺好的 加上你本身也是学舞蹈的 对你个人的专业也发展也挺好的 你跟我说句实话 为什么不希望他做礼仪模特 就是觉得穿得太少了 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 你还不能接受老古董啊你思想 不是说我思想怎么样 主持人就是有一次有一次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他当时在做一个酒会的一个兼职 他也没跟我说他就自己就过去了 然后当时正好是我一个朋友在现场 然后就看见他了 然后看见他穿那么少在那儿 就感觉挺不好的 不是 酒会得穿多少啊 就是一个酒品的展示 穿那个荣衣进行酒品的展示 关键当时正好我朋友回来就跟我说了 他说你女朋友在外边怎么怎么样 让我注意一点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挺尴尬的 你就那么在乎他们的看法吗 我又没干嘛 你干嘛那么激动 那么怀疑我 就是他有一次做兼职就很晚嘛 然后我说那我去接你吧 然后我就大概几前半个小时左右去 商场门口等他 然后等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商场门都关了 他都没出来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这干嘛呢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在外边玩呢 主持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那天我们也是好几个人 一起去出了一档活动 出完活动以后 我们就是好多男生跟女生嘛 我们就说一起去放松一下 因为真的当天太累了 然后他就一个电话打过来 就要打扰我 因为我这个人嘛 我是把那个朋友跟对象分得很清楚 我要是跟朋友在一块的话 我就不喜欢带着对象 因为跟朋友特别玩得尽兴啊 为什么非要带上个对象 不是 为什么带着对象就不尽兴了呢 我很好奇 而且我主要是人家们都没带啊 我带了他去也玩不好 而且好多人都不认识他 我主要就是觉得不太方便 我觉得很尴尬 不是 有什么不方便 就是他们不认识他吗 你们俩都贪了六年了 他们还不认识他呀 有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是新交的朋友 然后不认识他 然后我就没让他去 那我是你男朋友 我准备去接你回家 然后你跟我说你在玩 然后还不让我去 我去 可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安全呀 我待会儿就回去了 我都告诉你了 你还要来 去了吗 后来 没有呀 不让我去 不是 挺好吗 这男朋友 这么听话 你看 反正我觉得他还是 对我的关心太少了 这 这 这还关心少 您出活动人家接 你在商场门口等一个多少时 您出去玩就都没通知人家 那只是偶尔 大多数时间他对我的关心太少了